各位早安 一覺醒來我就收到訊息說 官方道歉啊 我趕快來搜一下官方 12點42分 凌晨了 我那時候已經睡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反正就是昨天納維萊特重擊轉速Bug 他們四維Bug 然後要修復 然後他就讀一下4.8版本更新後 我們一直在關注旅行者關於新版本的討論 其中也包括娜維萊特重擊高速旋轉修復的相關話題 並且在認真看旅行者討論之後 我們非常的夠理解大家的不安和焦慮 非常抱歉 這條修復給大家帶來了不好的體驗 我們也意識到對於以上線的角色的修改 無論本意是什麼 都可能會傷害大家 一直以來對原神的支持和信任的位置 我們鄭重向各位道歉 鄭重喔 我真的玩原神從2020年的10月初那邊入坑 玩到現在也已經是 也快四年了 快了喔 我印象中這個是第一次看到 就官方第一次真的說 鄭重道歉喔 看來這次 因為這次真的很扯 官方要修改的話 其實4.1那個娜維萊特的火出正式斧就已經 我相信內側斧就一定有很多人在反應了 那正式斧剛出的時候也很多人在反應啦 你看那時候B站隨便收落很多 我不理解為什麼要射出娜維萊特這樣的角色 可以140萬觀看啦 像這種 真的很多 這種視頻是真的很多 為什麼我覺得娜維萊特是最近最強角色 對吧 最早就有不少玩家已經反應娜維萊特的強大啦 如果你真的想改的話 應該最慢也要在4.1的版本的時候 就已經趕快來改一改 像當初的鍾離事件一樣 緊急修改 而更扯的是 你們在4.5版本的時候都已經復刻過了 然後又在4.8版本就版本末 整個封單的最後一個版本 感覺好像娜維萊特的那個價值已經被壓髮乾了 已經沒價值了 因為接下來要進入那5.0那塔的時代嘛 那我也在想 你們是不是發現那塔的角色 全都還是不如龍王一噴 所以在版本末的時候 把它給削弱改爛 雖然我個人也是真的非常討厭 說完了嗎 說完了 我要開轉了 不如龍王一噴 這種糟糕透頂的節奏 但你們已經過這麼久了 還這樣子臨時改 那真的就有消費氣炸的嫌疑啦 雖然法律層面上 我看其他ARK組分析是 最終解釋權還是在米哈勇那邊 所以法律層面上好像是沒問題 但是道德層面上 我大家肯定是對你失去信任 難保我們抽的下一個角色在哪個版本 突然被當成BUG修復了 我的天 好 我們繼續讀啊 繼續讀啊 剛剛讀到哪來著 我們鄭重向各位道歉啊 那此前開發者關注到 好 在比較極端的情況下 可以透過調節操作設備 靈敏度或鼠標 DPI等方法 讓娜威萊特在重擊時高速旋轉 以打出全頻傷害 對於使用其他設備的旅行者來說是 很難實現類似的操作 同時這種狀態下 屏幕旋轉速度極高 遊戲中的場景 敵人等大多數已經模糊到看不清楚 這和常規的遊玩體驗有比較大的差距 啊不是 這這 這你們現在4.8才知道 啊 開發者關注到 啊啊 你 你 那 都已經4.8了 你才關注到你 這話你們信嗎 靠腰勒 這4.1版本的時候 不就一堆人在那邊講的 就像我看來 就是娜娜特的價值已經被壓榨乾了 因為下一個版本 下一個版本就是5.0了 就是娜塔的時代了 所以這一句我說真的 我是不太給過啦 因為 怎麼可能你4.8版本才關注到 啊 這種問題4.1就已經很多人在反應了 我的天 好啦 繼續讀 繼續讀 開發者的本意是 希望氣不影響娜娜特重擊在常規操作狀態下 可以打出的傷害量 又不破壞旅行者常會使用娜娜特重擊體驗 也就是在非超高速旋轉的情況下 仍然可以正常速度轉動或放動 在這個前提下 把高頻旋轉的速率修復到合理的範圍 同時避免出專屬於某類設備的異常操作 這某類設備是在講PC端啦 就是講我們的電腦玩家啦 不過有一所以啊 因為經過昨天這個節奏啊 我也在發現其實有很多玩家 不知道娜娜娜特可以旋轉 所以看起來好像大概有9成以上的玩家 他們玩娜娜娜特是不旋轉 而且實際上真的 我平常如果用娜娜娜特打副本的時候 基本上也不怎麼開轉 開轉的情況下 基本上是在打深淵的時候 那種四面八方都有敵人啦 才會開轉啊 其實基本上也是不太開轉 因為他不開轉啊 說真的也是T0的強度 所以說他就算削弱啦 也是從T0 還削到T0 還是頂尖的天花板啊 但一馬歸一馬 你們這種已經過了要一年了 才修復啊這種被刺玩家的行為啊 就非常的有問題了 那我們繼續讀啊 由於要兼顧的因素比較多 實際的修復方案 經過了長時間的反覆討論和測試 哇那你還珍藏呢 從4.1版本到4.8 我去七個版本 那也太長了吧 而且娜娜娜特我相信4.0版本的時候 就已經有內測了吧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玩家 就已經有討論出來了 哪有這麼久了 4.8才發布啊 這才 這我覺得有點誇張的好吧 我覺得還是因為為了賣娜塔角色啊 我個人覺得還是因為他為了賣娜塔的角色 才在4.8才改掉 我個人是這麼覺得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 也可以在底下的體驗 好啦那我們繼續讀 旅行者在修復上限 進行的實際體驗後 向我們提出了許多關於這個修復的反饋啊 包括有部分旅行者在操作娜娜娜特終極時的手感 有些不舒服 這確實是我們考慮不周到導致的問題啊 因此在收集和整理了各個渠道的意見 建議後 我們決定在後續的更新中 回退該修復 並為旅行者啊 補償1600的原石 總之啊這一次是我們玩家的勝利啦 我們直接白嫖了1700原石啊 就包含昨天100 我們就直接白嫖1700的 那我看他們這一次的事件之後啊 應該後面角色也不敢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調了 要調的話可能你只敢按改 因為之前不是有雷電將軍 那個鎖敵機制被按改的這個節奏風波嗎 雖然有一些人是說那是怪物的判定體已經變了 有一些人說有按改 有一些人說沒按改 這個我不好說啊 反正就是今天這事情我想他們 今後也會比較收斂一點吧 好那我們繼續讀啊 具體更新時間已經發放發案 請關注後續的公告 OK應該就下個版本就調回來了吧 那再次向旅行者說一聲 說一句對不起 OK 好那我們看一下留言吧 原神開服以來第一次也是最快一次的滑櫃啦 吵嘴我已虧來 哈哈 這是耿毒 點開看一下 超水已虧來 謝謝你1600元 雖然對我完全沒影響 對其實老實說啦 對我 因為我是專門幫忙代打寺淵的 其實他改這個龍王對我是有影響的 因為我常常會幫人家代打寺淵 那代打寺淵都會選龍王 因為龍王是最優解啊 對群天花法太強了 所以其實我昨天看到龍王他被削弱啊 我一方面高興的是啊 說完了嗎說完了我要開轉啊 不如龍王一噴 這種拉踩的節奏啊可能會比較少 但我另一方面呢 對於代打寺淵的體驗啊肯定是debuff的 所以他這次修復不修復啊 心情還是有點複雜啦 好我們繼續讀評論喔 玩龍王從來沒有轉過 嗯 OK 就是我前面講嘛 其實大多玩家都不會轉 好我們簡單簡單滑一下啊 好那這個是b站啊 此錯就當場思議啊 好來來來換這個迷遊色的 因為迷遊色他也有發 看評論區簡單看啊這個跟圖 剛看過 神流R1600元時 希望謹記這次的教訓要以bug為由 OK 就 這個真的官方自己 我相信他們會學乖啦 真的 現在打退了 那其他bug要修了沒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的看法啦 那不知道各位看的有什麼想法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也是很感謝大家能聽我說這麼多啦 那以上就是本期影片視頻內容啦 那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